最後 Part C 是一條參考了 A-Level 90 年的文字題 題目問的是,新的 Partner 進來 Total Balance of Capital Current Account 是比 Injected 了的金錢小 先把錢放出來 他在說甚麼呢? 就是說這顆 Balance Carry Forward 即是新來的傢伙,Balance Carry Forward 是 60 萬 就算你加上Current Account 有 12 萬 即是這裡 即是 60 萬加 12 萬 就是 72 萬 加上Current 就有 72 萬 他現在在吵架 我的 Balance Carry Forward 加上Current 就有 12 萬 但其實我注資進來的時候 Total Injection of Assets 注資進來的時候是注了 74 萬 即是我明明扔了 74 萬 但你便說我的 Balance Carry Forward 只剩下 72 萬 他便問,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 我離開這間合夥的時候 我是否可以回到全錢呢? 其實全錢的意思就是 74 萬 第一件事,你先理解一下為甚麼 你會由 74 萬變成 72 萬 就是因為 due to Goodwill 調整 你的 Goodwill 調整 其實是在 Capital 的 Debit Size 做了 55 萬 即是減少了他的 Capital 我剛進來的那一天 即是先打三十大板 你給我 74 萬 但其實是因為 Goodwill 會扣了你少少錢 令 Balance Carry Forward 少了 你離開的時候,能不能夠拿回所有錢呢? 他問是否 Possible 他不是說 Must 啊 OK? 我現在不是要你保證我今天入了 74 萬 我他日必定不能夠拿回 74 萬 就不是的 OK? 為甚麼不是呢? 你記住 Partnership 是 Unlimited Liability Unlimited Liability 無限債無責任 即是說 你不是說一開始注資了 100 元 你最後解散的時候都必然有 100 元 就不是的 Unlimited Liability 即是說如果一個不幸運 這間公司倒閉的時候 其實你還要倒貼賠錢 但他不是說是否 Must 拿回公司 他只是問是否 Possible 那如果你問我是否 Possible 去拿回 74 萬 我的答案就是 Possible 那為甚麼會 Possible 如果你做 Partnership 的時候 其實整個 Partnership 第一課是學什麼呢? 你是學 Appropriation Appropriation 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你每年間 Partnership 公司 你會賺到 Net Profit for the Year 有一個正利潤 你賺完 Net Profit 之後 你會做 Appropriation 的動作去分些甚麼呢? 你可能會有 Interest on Capital 去付那些 Partners 你那些 Partners 你那些 Partners 可能會出糧 那你有 Salaries to Partners 那你有 Salaries to Partners 你會有這些項目的 好了 你分完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些項目 都會令到你的 Capital 增加 所以其中一個 如何令你 Possible 去拿回那些錢的時候 就是 你努力一點去經營你的生意 令到你賺到錢 再跟回 1 比 1 比 1 的 PL Sharing Ratio 去 Share 回你自己的時候 你 Share 到有多過 74 萬 那你便可以拿回 All Money 你記得 All Money 說是 74 萬 那你那時候便可以拿回那些錢 所以其中一個途徑就是 我努力做生意,賺到錢的時候 我便可以分到那些錢 那便可以拿回那些錢 另一個在答案裡有提到的 其實都是關於 Revaluation Revaluation 是甚麼意思呢? 你剛才看到 Revaluation 就是說 你記住 Partnerships 在甚麼時候會做 Revaluation 就是三大個情況 第一就是有人加入 第二有人走 第三沒有人入沒有人走 但是改了損益的分配比率 Profit and Loss Sharing Ratio 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合夥企業都會做一個 Revaluation 動作 第一看,由我上一次有這些事情發生 由上一次有這些事情發生 到今天我這個叫做 Changes 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裡 我的 Access 和 Liability 的價值有甚麼轉變呢? 我便會用舊的 Ratio 分給所有現在舊的合夥人 舊的意思是在轉變發生前的合夥人 在這一個分配的過程裡 就像這一個例子 這段時間 原來我的舊合夥公司持有的物業 是升值了三十萬 這個升值三十萬會發生甚麼事呢? 會由各位 Partner 共同享受到 所以你便看到舊的 Partner 便會有一個經案 Revaluation 在這裏 這裏想說甚麼訊息呢? 如果這個人新進來之後 他在這段時間一路做生意 直至有下一次改變發生之前 可能就是他退休了 可能他在這裏做了三幾年 然後那個物業繼續升值的話 他去到走的時候 去到這一刻 去到這一刻 去到這一刻的時候 去到這一刻 公司也會再做一次 Revaluation 的計算 可能那個物業到時又升值了 他又分到一個經案 Revaluation 假設 他去到到時 原來是分到二十五萬的 經案 Revaluation of Legal Properties of 物業 他到時拿錢走 便有機會拿到超過七十四萬 所以整體的答案 你看到 這個答案想嘗試表達的就是 有可能 現在我就因爲 這個調整令到 balance carry forward 少了 我退休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拿回這七十四萬 是有的 這個途徑包括 你努力幫公司賺錢 分 net profit 的時候 分多些錢 你便拿多些錢走 第二 就是拼好命 等 Revaluation 有個經給你的時候 拿到多些 capital balance 到時你便可以拿回錢走